LC501解题说明 本题主要要完成两个资料应用 第一个就是在题目给我们的9192两年的开奖奖号 要将D栏6个开奖奖号分割成6个栏位 完成以后可以看到开奖奖号 更配在DEFGHI6个栏位 另外还要以91年为来源资料 建立枢纽分析表依级别跟销售来制作 接着我们开始解题 首先打开LC501.ods的档案 要将开奖奖号分割成6个栏位 由于分割以后 后方的5个栏位会互盖EFG 所以在此 我们先点选EFGHI5个栏位 插入栏位可以两个工作表同时做 所以在点按91年以后 按住Ctrl键 再点选92年 接着点选EFGHI5栏以后 在栏名上方 点按右键 从左方插入栏 接着点选EFGHI6栏位 接着点按下 在选取91年 分割栏位 要分开做 所以 再点按D栏 利用上方 资料 文字转换为栏 利用空格 分成6栏 没有问题 按确定 接着再点按92年 D栏 资料 文字转换为栏 利用空格 分割 按确定 完成以后 点按91年工作表 点选AE储存格 接着按Ctrl、Shift、And、键 选取范围 建立枢纽分析表 点按上方 插入 枢纽分析表 目前的选取 按确定 一期题目要求 区别 为列的栏位 销售 资料栏位 按确定 调整一下栏宽 没有问题 关闭档案 储存 数课评分 得5分 结束